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酒酿小园子 那酒酿小园子里的小园子呢 一般来说都是做实心的 所以相对来说呢 做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只要准备好酒酿 最好再有一些糖桂花 就能做出一碗美味的糖水 首先我们用糯米粉加水 1 2杯的糯米粉 1 4杯的冷水 这个量可以做小汤碗的一碗 先给它和匀 然后用手菜 再捏在手上 这样来回 捏个十几十下 你感觉到它光滑了就OK了 沾板上先撒一层糯米粉 我们把面团直接放上 压平一些它 用刀切成细条状 然后这样一条条给它搓圆 那中间有可能会这样锻炼 但是没有关系 你不用管它 可以给它再搓拢 切成这样的小块 全部切完后 再撒些干面粉 让它不粘在一起 接着就可以开火了 水开先放几粒枸杞会漂亮些 圆子就好下了 下了以后马上就搅动一下 水一直保持沸腾可以不盖锅盖 滚一分钟左右我们就先下一勺桂花 放一勺有些桂花香就可以了 如果你嫌不够甜 可以加一些白糖或者是冰糖 下一个蛋清 如果你不讲究的话 蛋黄可以一起下 或者你够一点很薄很薄的芡也可以 最后起锅前放酒酿 放多放少 随你的心意 这样打松它就可以起锅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散 下一个小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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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